蔡正新和杜婷婷的谈话 我都听到了 她确实没有见过蔡正新的同伙 对了 这个蔡正新好像说 新来的组长整天都蒙着 蒙着谈恋爱 谈恋爱 跟谁啊 杜婷婷问了 但是蔡正新没说 你说他们这棒秘局 也挺有意思啊 居然派这种人当组长 完了还给一千美金当经费 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 肯定不是单纯的恋爱关系 什么意思啊 出发 你不来 嗯 快 你看看这个造型 在哪儿见了 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和袁先生 送给谢团长的兄弟一模一样 我见他戴过好几次呢 对 一模一样 金树粉末 我怀疑 手持链就是照着这张图 打的那枚胸针 金树粉末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蔡正兴的图和谢团长的凶针一模一样 这说明了什么呢 假设原山和蔡正兴认识 原山拿了这幅图交给了蔡正兴 让他去打这枚凶针 然后把凶针送给了谢英雄 那这也只能说明他们俩认识 或许是朋友关系呢 据黄一金交代 毛人凤派的新杀手到达上海的时间 正是他行凶起见的 这跟原山出现的时间相关 蔡正兴还跟杜婷婷说过 新来的这位助组长 一直在忙着谈恋爱 这也跟原山和谢一梦 谈恋爱的情况相当合 现在咱们假设 原山就是那位助组长 他接到了毛人凤 让他来上海刺杀市场的任务 他看中了谢一梦的特殊身份 想通过他接近市场 但他又发现 春华乐剧团有两名职员 是他原来上临讯班的同学认识的 为了替他扫清障碍 毛人凤就派黄一金 刺杀了那两位职员 原山顺利地出现在了春华乐剧团 他用蔡正兴替他打的这门胸针 送给了谢一梦 博得了他的好感 祝组长就以原山的身份 跟谢一梦谈起了恋爱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就是搜索证据 来证实我的这些假设 你们几次三番地打听原山的情况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原山主动跟你打听过 你去永林饭店参加市场见面会的事 没有 我主动告诉他的 这原山平常除了到乐剧团找你 他其他的时间都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 那他在上海 还跟什么别的人有来往吗 他的生活情况我怎么了解啊 谢团长 你跟他那么熟 他什么都不告诉你啊 我没有必要隐瞒 我是真的不知道 再说我跟原山认识时间也不长 关系也没有你们想象那么亲密 今天我们来向你了解原山的情况 这件事情还请谢团长对他保密 保密 是的 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你们是不是查出什么了 原山他是特务 总之今天我们的谈话还是请你保密 这也是配合我们公安的工作 请进 公安同志也在啊 袁先生 你好 那么给你买的午饭 你们谈正事我就不打扰了 我们已经谈完了 那我就替谢团长送一下二位 谢谢 谢团长再见 再见 袁先生叫送到这儿吧 好 那两位慢走 好 再见 对了 我想问您这私事 去说 您送给谢团长那枚凶针 是在哪儿买的呀 好 我来上海不久啊 人生地不熟的 哪知道手艺这么好的首饰店啊 怎么 张组长对女人的饰品感兴趣 好 有位朋友要过生日 是位女同志 所以啊 我问一下 那不妨去石门一路看看 我的凶针就是在那儿买的 也是朋友推荐的 那儿整条街都是妇女饰品啊 时装啊什么的 那在哪家店买的 你还记得吗 不是店铺 流动商贩 估计是有钱人 让佣人拿出来卖的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慢走 再见 谢谢